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汪彩华胡宇威以及夏和熙出演的实境节目 我们这一探 手机就到台北蒙甲夜市卖起臭豆腐 不了当天却意外出现五元之乱 从片段中可以看见汪彩华 慌张的算自己要找给客人多少钱 甚至还不小心多找客人十块钱 后来更出现没有五块零钱 可以找给客人的危机 对此定出该价格的胡宇威表示 因为不着行情价 但一向中的臭豆腐 价格都落在50元至60元 不过又担心卖60元太贵 50元又有成本的问题 在紧张的状态下 被询问建议 就想取中间值55元 对此王彩华和夏和熙 表示从此禁止再出现飞零的尾数 不然就要翻脸不做了 一番话让胡宇威大笑说到 这应该是数学不好 还有摆摊时间太短的关系 毕竟卖方永远要以买方为优先 要成功就是要走进不舒适区域 不能为了方便而定价